民進黨在全台舉辦 複議案的宣講活動 新北廠在週六下午登場 黨秘書長林宥昌 跟新北黨部主委蘇巧惠 同台宣講 兩人都被視為 有望在2026年 代表綠營參選新北市長 也讓組長活動彷彿是 初選的前哨展 走近人群 一向民眾握手打招呼 民進黨秘書長林宥昌 和新北黨部主委蘇巧惠 在綠營複議宣講新北廠 銅框出席 立委要去檢察官 這樣對 這如果用黃國昌的位置 叫做什麼 太離譜了 再一次 太離譜了 打電話給國民黨 和民眾黨的委員 告訴他 國家不是你家的 國家是大家的 接棒上陣 用最接地氣的語言 加強民間溝通 都是地方民代出身 林宥昌和蘇巧惠 人氣都很高 兩人更被視為 有望在二零二六年 代表民進黨參選 新北市長的明日之星 我們在這裡沒有分位置 沒有分大小 都是同一個目標 同一個心意 就是要守護台灣 這是團結的時刻 這不是在分彼此 也不是在分目標的時候 黃國昌委員 今天也在新北來舉辦 相關的活動 不過我們看到 這樣所謂的一個布局 是向國民黨來靠攏 然後小白變成是正藍 不約而同把炮口對準 可能的對手黃國昌 蘇巧惠和林宥昌 先同台展現團結 守護民主 反對濫權 手拿尖叫機大聲喊出口號 這是蘇巧惠 接任黨部主委後的第一站 和黨中央合作 深入基層 持續累積實力 記者林鮮就黃偉才 SNG查組新北市報導